GPB新闻 李国战 陈一伟 林炳仪 台北报道 好 过去选举之后 选举实力的候选人都要站在宣传车上含泪泄票 不过年轻人有不同的做法 前立委蔡启芳的儿子蔡逸宇参加民进党的初选 电话民调结果落败了 他就根据这纠茶一通电话 做了一份影片 放上YouTube网站去幽默泄票 影片里每个正妹都对蔡逸宇大赛瞎 气得说就差你一通电话 到底在讲啥 原来蔡逸宇参加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初选失利 差距超小 0.0022等于只差一通电话就上榜 但泄票还是一定要的 不扫街改拍影片放上YouTube 自于愚人用幽默的方式看待落败 他在一桃子马路里面 他就要有自由动 后来是觉得蛮好笑的 就自己 要输也输个多一点嘛 结果都输一通的 更妙的是一样有喜感的老爸蔡启芳 不忘来尬一脚 其实从参加初选以来 蔡逸宇频频出招曝光率很高 现在虽然闯关失败 但深知曝光就是好消息 继续用搞笑影片累积知名度 好不过观众人物应该知道 曝光度不一定等于受欢迎